大家好,欢迎收看订阅本期的观众,S1蜡像尸 这把的话,圆钉作曲加骑士加先知 谁带博命呢?或者骑士当作一个博命点 他来救人,也不是没有这个说法 但是大家应该是之前看过我的,观众应该知道 在我看来骑士打蜡像尸呢 这边骑士的一个作用就很小了 这边直接,就你来嘛 这里应该是遇见了一首 啊,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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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是遇见了一首,他直接两轮交掉 第二,就遇见第二轮,第二轮遇见你什么都不做 这个是我刚刚之前给大家解释过的我的一个理解 骑士遇到蜡像尸,这边对吧 你遇见我什么,说实话都一般 这里直接开始喷蜡了 蜡像尸也发现了,你就直接两轮直接开 你就是遇见我什么都不做嘛,对吧 在想吃个加速什么的,我不给你这个机会 我就直接开喷,你最多沉默我,你沉默我就跟着你 沉默我呢,这边再遇见 这里的话,再遇见一个,但是两波都没有遇见 应该是博弈了一波,两波可能都没有去遇见这个交技呢 那这样的话,完成击倒,蜡像尸这边犹豫了一下 园丁那边在拆椅子 园丁带不带博命,园丁不带博命 园丁不带博命,园丁不带博命,那这把没有博命 没有博命的话,这个椅子拉不开 蜡像尸这边,而且快二接了 一个蜡定住,打一刀,飞轮躲掉 这波不做,飞轮躲掉,飞轮躲掉翻个板子 想顶一顶,压个盾什么的 但这波盾的一个时间很短,这里的话定住 摊双岛兄弟,要不要这么摊 还是说也不一定是摊双岛 他有可能是什么,有可能是 就觉得这边骑士也没带三摇 就这波的话需要队友跟他配合 就骑士带三摇,我觉得先知和作曲 可能有人带三摇吧 这样的话挂过去压到这边的遗产机 因为毕竟是打出了一波换挂 所以说对于球者来讲呢 现在的节奏是一个偏向于求生者 能保平甚至有机会增胜的一个节奏 因为大家看密码机差这么多 但是流影这里的话压到一台机子 外面重新起来 骑士过来救人没必要 其实真的没有必要救人 这个人骑士来救万一 没能成 这里看一下看一下看一下 定住啊 好,这边定住啊 那那那我那边的人定住啊 我这边就有时间来管你 慢慢慢慢这个血线快要过半 怎么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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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打一刀骑士,好 我换挂一个骑士 我继续压这边的机子 其实对于监管者来讲也不亏 而且呢,这波骑士挂上以后 穷者的机子不够 园丁这边半血不敢露面 外面继续去把他的遗产机补掉 核心这台机子被压住 我觉得怎么一这把监管者啊 流影这边输应该是输不了了 甚至他这里如果抓到这个作曲家 他是有机会把蜡蜡蜡这边把它秒了的 定住啊,起热了 我感觉打,哎呦,飞轮 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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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走走 верkeizer 啊 我刚想说什么呢 其实,其实外面重新起机子 我感觉这局穷女会更稳一点 现在的话呢,这个局面 你,你都不好说啊 一刀倒的是谁? 倒的是园丁 那边的话先知机子七十几 一个那和快订住 吧,园丁挂过来 园丁又是个二挂 园丁二挂,作曲家 他们强打这台机子吗 打不动吧 这机子能打 容易感知 骑士再过来 哥们来救人 不要变慌 原定我来救 先知犀鸟 怎么来的 一刀打 还真把人给救下来了 哇天哪 这边没办法了 这边只能先抓这个骑士 先把他击倒挂飞 这边的话往地下试跳 你们快把密码机修开 这密码机三个人在修吧 估计 起热烂 哇塞 一波骑士这个救人 创造了奇迹 我的老天爷 真的 又突破了我的认知 烦了呀 疑心都焦掉了他 没有挽留的兄弟 怎么打 三跑 我这把真的骑士 两次过来 第一次倒了 第二次就成了 只要这次就成了 他扛了好多伤害 以至于什么呢 就是他把这个圆钉救下来以后 骑士 拉开 你只能追这个骑士啊 这样的话把密码机放出来了 我把天 感谢我们下战 拜拜